十多位媽媽小姐們戴上圍裙 口罩 手套 依照講師指導的步驟 製作月餅 這是花蓮市原住民婦女家政的研席 他們親手做了四千顆的小月餅 將分送給部落裡經濟困乏的人 我們這次要做將近四千粒的月餅 然後將近四四百盒 一年一度才有這樣的機會 來讓我們做這樣的關懷 當然很有成就感 因為他們老人家就是我們的長輩 有的年紀大了 就是外國娃娃嘛 對不對 利用我們婦女會的力量 去關懷那些老人這樣 連續三年製作月餅分送部落族人 今年更擴大鄉鎮來分送 學員表示 雖然一次只能烤出六十個月餅 四千顆月餅要花很長的時間 雖然辛苦但很值得 我們這次做這樣的一個月餅製作 無非是想要慰問我們 轄內的獨居老人跟弱勢的家庭 希望在這個中秋佳節 他們能夠感受到我們 親手做的這些月餅來關懷 為了讓豬人可以吃到熱騰騰的新鮮月餅 學員馬上送到關懷家戶 由於受限設備 一次只能烤製六十顆月餅 所以他們分批加工 有的人製作 有的人烤製 有的人包裝 有的人當宅急便送後援 勾獻力量樂在其中 周秋節快樂 記得在麻藥花蓮市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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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